本集节目由玄宝黑生赞助播出 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吗 今天我们来带您来看两个重要的消息 第一个消息 李克强火化曾庆红补双刀 酝酿新的政变吗 第二个消息 小时候不读书误解蜕壁图 下一个要收拾谁呢 先来看第一个消息 李克强火化曾庆红补双刀 酝酿新的政变吗 在11月2号 李克强的遗体 在北京八宝山公墓被火化了 距离李克强猝死就短短七天 李克强连真正的死因都还没办法理清 就被送进的火葬场化为青烟 正式的向全世界告别 虽然北京城里进入了半戒严状态 但是许多民众也在沿路上 募送李克强的灵车送他最后一程 不过最让人意外又不让人意外的是 从头到尾表现冷淡保持沉默的习近平 也带着中共常委们一起出席了送别式 习近平冷冷的看着李克强 不知道他心里的对话泡泡在说什么呢 但是习近平与李克强服务人的握手慰问 非常简短一句话也没说 像个僵尸一样 反倒是李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 有血有泪的真人 他不但紧握家属的手 还认真慰问了两句 更像个政治人物该有的举措 不知道李强事实也担心 今天的李强会变成明天的李克强呢 虽然说李克强的送别式 是比照前总理李强的规格来办理的 但是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 精准算计 严密管控 从中共党媒公布的影片跟照片来看 几乎是没有任何多余的画面 没有任何不能哄托习主席 不能哄托党中央的画面跟文字 虽然胡锦涛 温家宝和其他的前中共高官 都送了花圈致哀 但是没有任何人到现场来送别 换言之 整场送别式都是党中央精密安排的宣传秀 谁能出席 谁不能出席 谁的名字能上镜头 谁的名字得消失 全都在党机器的管控里 简单说 现场被送别的虽然是李克强 但实际上他只能算配角 是用来烘托男主角习近平的 整场送别式是用来烘托习主席对李克强的宽大礼遇 同时用来撇清习近平与李克强之死的暧昧关系 说真的 身为共产党人还挺可悲的 不但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那党说你怎么死就怎么死 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 就连死后还被整出来当火道具 用来陪衬党中央的伟光正 从这个角度看 共产党真的是全世界最吃人的吸血鬼 不但把党员的一辈子剥削殆尽 连死后都还要拿出来榨干最后的剩余价值 不过别忘了整起事件最大的谜团还是没解开 就是李克强到底是突发心脏病还是被心脏病呢 这一点网络上各种爆料是满天飞 但是都缺乏有力的证据 现在又有日本媒体加入了战局 《日经亚洲》在李克强火化这一天弄了篇文章 这篇文章一样是由前《日经》新闻 驻北京分社社长钟泽克尔写的 相信很多人还有印象 钟泽就是前阵子连续写了两篇内幕文章 爆料说北戴河会议期间 包括曾庆红、张德江、石浩田等等党政军大佬 联手向习近平发难 批评他搞坏了美中关系、搞坏了经济 快把共产党搞垮了 说白了这是一篇 中共党内通过外媒来叫板习近平的战书 不过就在李克强火化这一天 钟泽这篇新文章却声称了 李克强才是这场北戴河叫板的幕后人物 因为李克强跟习近平是永远的对手 还宣称曾庆红他们对习近平的责骂 其实是反映了李克强的想法 好 这一听就是瞎扯了 李克强是弱势的团派本身就没有什么政治实力 那如果说他真的有能力去调动曾庆红 石浩田这些大佬去当他的小弟和姓差 去跟习对抢 那他还需要憋屈这十年吗? 而且李克强虽然对习不满 但是他也懂得顾权大举几乎是没有夺权篡位的野心 所以这篇文章把北戴河叫板的责任推给李克强 在我看来其实是曾庆红这帮人有点认怂了 发现不但没能斗倒习近平 反而习还大开杀计了 所以想赶紧甩锅给李克强来保全自己 毕竟李克强已经不能辩解了 不过虚异的是这篇文章却又声称中共首长们都活得老久 但是李克强却68岁就走了 暗示这背后就是习近平搞的鬼 因为李克强对习来说是永恒的对手 也就是宿敌 所以只要习近平卸任了 那李克强就会继任上位 因为李克强比较年轻 虽然这篇文章没有明说是习干掉了李 但是自理行经理的引导 就是在暗示习干掉了李克强 好 有意思就在这里了 为什么曾派要找上外国的媒体 一边把北戴河叫板的责任甩锅给李克强 另一边又要对外暗示说 是习近平让李克强死的呢 这是不是曾庆红在玩弄李克强的剩余价值 要用他来挑拨新一轮的宫廷斗争呢 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留意 不过这次李克强之死 整个看下来让我对共产党有几个很深的感触 第一 共产党体制是个巨大的铁牢 不但囚禁人民也囚禁着所有的官员 那所有人都活在党的支配和奴役底下 要你活就活 要你死就死 没有自由也没有自主 更不能说真话 这人死后还得被党剥削那一点剩余价值 第二 共产党是个不讲道德不讲能力的逆向淘汰机制 那任何有才有德之人进到这个体制之后 不是被淘汰刷下来了 就是被体制同化了 变成了厚脸皮黑心肝的厚黑忍 不然就是被打入人工 抑郁而终 第三 想要改变中国 让中国变好 走中共体制内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共产党是个泯灭人性的大燃钢 任何人进到体制里头都会被洗掉人性 灌输党性 变成了半人半兽的共产党人 只能够维护体制 不能挑战体制 否则就会小命不保 习近平跟李克强就是最鲜明的案例 他们一起登上了中共的最高权位 一个被体制同化了 变成了冷酷严厉的斗争者和独裁者 另一个也被体制同化了 但是被斗争打压了 变成了弱势十年 形同摆设的边缘人 所以真正想要改变中国 挽救中国的人们 一定要退出共产党 从体制外来寻找施压共产党 解体共产党的改革道路 否则我们只会见到更多的习近平跟李克强 好 休息一下 来看看健康资讯 您常常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劳 缺乏精力吗? 您会觉得记忆力无法集中 来做好学习与工作吗? 或许您可以考虑这个保健品 玄宝黑身 玄宝黑身来自韩国的全罗北刀 全用的是六年根高立身 整个制作过程遵循韩国的传统武法 要经过严格的九次争主 九次曝晒 而且玄宝黑身口服液 使用的是百分之百的纯人身 没有其他的添加物 另外 黑身的人身灶带 在人体中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 白身的16倍 可以达到更好的防癌和保健效果 所以 服用玄宝黑身 可以抗疲劳 恢复精力 提高免疫力 还有 延缓皮肤老化 补肾补气 改善睡眠等等的养生效果 非常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特别是现在冬天到了 体质虚寒 肺虚气喘 以及脾胃衰弱的人 更适合用黑身来补气 来调理身体 这个黑身口服液 我自己也喝过好几次 确实感觉挺好的 所以 介绍给您做参考 更多详细资讯 请上官方网站查询 piritown.com 再来看第二个消息 小时候不读书 误解推背图 下一个 收拾谁呢? 林涵记得吗? 有熟悉中南海的权威消息来源 跟我们透露过 习近平非常相信推背图、铁板图这些古代预言 他很担心 这些预言里说的政变、兵变、暗杀等等 都会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他决心清洗整个火箭军 因为推背图里头 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了弓箭 而火箭军就是用弓箭来当宣传的口号 所以火箭军就被端了 另外 2009年美国的机密电报里 也跟华府回报说 习近平相信佛家超自然力量 相信佛家弃功和武术等等 而且习近平上任以后 不断下令保护秦岭的自然环境 因为他相信秦岭是他的龙脉 会影响他的帝王权威 那从这些事迹来看 如果说习近平真的很相信预言 确实一点都不奇怪 而且更可怕的是 如果我们把最近出事的中共官员拿来比对一下 就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 好像习近平就是照着推背图 去清洗这些官员 去追杀这些可能危害他的权位的嫌疑犯 不过我们必须先强调一点 推背图是非常高深 非常准确的玄妙预言 要真正读懂推背图 还得有相当高的修炼道行 才能够解读的准确 但是如果是像中共官员这种 没读什么书的人来解推背图 那就很容易误读误判 很容易被自己的执着 带着走从而解偏了 估计习近平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揣摩习近平的思路 来带您来看一遍 最近被他清洗的人 同时看看他是不是有清洗李克强的动机 首先最大的苦主当然就是火箭军 刚好对应着推背图46项说的 有异军人身带弓 只言我是白头翁 东边门里扶进箭 勇士后门入敌弓 这项我们说过好几次了 是预言宫廷政变兵变 而火箭军有军又有弓箭 当然就跑不掉了 而刚刚落马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前国防部长魏凤和 都是火箭军出身的 所以也被一网打尽了 第二大的苦主应该就是李克强了 李克强的强字不但也是身带弓 而且推背图40项里头有一句 若逢木子冰霜坏 就是如果木子出现了 那冰霜就会化解消融 言外之意的就是会走向春天 那大家知道木子就是李字 那李出现就会带中国走向春天 那习近平是不是会更怀疑李克强呢 当然了这个解读是完全错误的 再来42项里头提到了 美人自袭来朝中日进安 大家知道李克强英文很流利 能够跟外国的政要直接对话 而且李克强也被欧美国家认为是改革派 所以比较愿意跟他来互动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习近平会不会担心 有美国人从西方来跟李克强联手 来推倒民怨四起的习政权 然后中国就会朝中日进安呢 肯定会担心的 不过后面又有一句 长工在地 威而不威 所以对习来说 就是要把这个深代工的人 打倒在地 埋入土里 那他的政权就会威而不威存活下来了 还有52项里头有句话 叫做《无楚依然有帝王》 这个词在习的眼里看 想必是格外的刺眼了 除了他之外 怎么还可以有帝王呢 而且习近平是祖籍陕西 出生在北京 怎样都跟无楚构不上边 也就是古代的吴国跟楚国 那这不就明白着 会有无楚之地的人 当上帝王来取代他吗 当然这思路也是错误的解读 那尴尬的是 李克强是安徽人 安徽刚好就是古代的吴国与楚国 那李克强出生的和肥 就是楚国的属地 所以这是不是又给了习 一个防范李克强的理由呢 那还没完 我们看五十一项 趁里头说 阴阳和话已正 昆顺而敢 后见尧顺 大家知道 尧顺是古代的明军 那他们的统治就是清明盛世 所以这项预言的 就是未来的中国盛世 那么这个未来盛世 有什么线索呢 宋里头说 谁与女子上钢墙 谁说女子崇尚钢墙呢 那大家知道 女子是阴柔嘛 不会崇尚钢墙 反而还会怎么样 会以柔克钢 以柔克钢墙 那不就是克强吗 而女子合起来又是个好字 那是不是会被习解读成 克强出现就会好呢 而且后面还有一句 重建中天新气象 大家知道 李克强是总理 相当于古代的中唐大人 所以他经常被叫做李中唐 那会不会让习想到说 李克强这个中唐大人 可能会进一步的登天当皇帝呢 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会不会抢先一步 送中唐大人先登天呢 那么目前没有证据 但是不排除有这个动机 好 那重头戏来了 请注意 上钢墙这三个字 会让你想到什么 李尚福 秦刚 李克强 是不是刚好就是上钢墙 那这三个人不但相继出事了 而且目前为止 都没有再活着出现在公众面前 对不对 是不是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呢 那看到这里 这一连串的迹象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高度怀疑 相信预言 相信风水龙脉的习近平 很可能把推背图误读了 变成了他的死亡笔记本 或者是维稳地图呢 那习近平也因此变成了 叶神苑的弟弟 叶神尼 当然 我们要强调 如果习近平真的是这样解读推背图 那都是解错了 不过看到这么多中共高官相继出事了 那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了 在李克强之后 下一个会轮到谁呢 有人说是蔡奇 因为他是白发是白头翁 那有人说是汪洋 因为他是团派剩下的郑国级前官员 不过要我来看的话 我觉得下一个会出事的 应该是习主席了 因为他现在罹患的独裁者三大病 疑心病 肚疾病和心血病 因为他高度的集中权力唯我独尊 所以就会跟当年的毛泽东一样 时时刻刻担心会有人想要夺权篡位 会疑神疑鬼提防身边的所有人 而且权位越高的独裁者 会更容不下身边有人 比他更有能力 或者更受到人民的欢迎 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排荡性妒忌 所以他身边所有掌权的人 各个都有危险 再加上他的抗议胜利脱贫胜利 全都是造假吹出来的假证剂 所以他会心虚 会担心有人像李克强那样 捅破了他的假证剂 只要独裁者罹患了这三大病 就会很快地把所有人都视为敌人 而且会想方设法地铲除一切可疑的人 或者制造更高压的恐惧 来压制所有人 监控所有人 这种官场气氛一定会让所有人日夜惶恐 坠坠不安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中共官场 不但会出现更多的清洗肃杀 而且同时会有更多的反扑行动 说不定还会有人想要先发制人 与其等着习近平来拿下我 不如我们先去拿下他 因此习主席势必会遭遇到更多的挑战 抵抗甚至是刺客 习近平拼命地想要躲避古代的预言 却反而加速地把自己推向预言里头去兑现了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